好 現在是進入 靠近過年的特別節目期間 所以我們今天來講 一個比較輕鬆的 過年期間大家都常常會去拜拜 去廟裡面拜拜 有的人他可能會去抽籤 我今年適不適合做股票 等等之類的 當然在我們民俗上 也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會去看一些子維 把八字直為八字 或者是說年輕一輩的 可能會去占卜塔羅 什麼今年遇事如何 這些東西到底能不能當成 理財上的一個參考 其實我們今天來聊聊這個事情 你如果說是抽一個籤 然後你去問說 我做這檔股票好不好 然後你抽一個籤出來 我認為你可能會有失偏頗 對不對 就是說迷信跟幫助學習之間 他其實是有一條界線的 假如說你 百思不齊節某一個答案 然後你運用一個觸擊去 給你一個連感 這個東西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在合理的範圍內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就來聊聊這件事情 過年期間對不對 有人說老師這不是教學節目嗎 是啊 我是在教你如何思考 我不是在告訴你說 簽有沒有用 簽準不準 對不對 幫自己思考這件事情 它會有很多的觸擊 我們怎麼講呢 先給各位一個簡單的邏輯 比方說你拿到這張簽 叫簽王 我這邊先講一個概念 台灣的簽絲大概分幾大類 北部最有名的很多人會去 行天宮對不對 那個叫做雷與絲 雷與絲 那麼你們常常看到 比方說很多人會去天后宮 媽祖天后宮 很多媽祖廟他是六十甲子簽 這兩大系統 那兩大系統大概占了 台灣大概百分之六七十了 那剩下還有一些比較 有一些土地宮 我自己個人我滿喜歡那個 紫南宮那個 呂洞斌那個 那一組 因為新店有一個閒恨宮 也是用那一組 因為我覺得他的文字 保留一種美感 就每個人不一定對不對 就是說看你 怎麼樣能夠幫助你思考都行 有的人他也可以在 念聖經的故事當中 得到靈感 得到他的思考的邏輯 這也行 這也OK 那也有一些回教的朋友 絕對有的 台灣現在很多新住民對不對 那我講這個東西就是說 任何事情 它都可以當成一個觸擊 在你學習的過程裡面 可能你童年 或是你人生有什麼經歷 是別人沒有的 但你透過這個東西 去想到一些事情 所以如果你認為說 拿到籤王就表示一定好 那我就必須這樣子講 你根本就沒有思考 對不對 比方說我今天做股票怎麼樣 拿到籤王 你確定一定好嗎 我今天要講的 跟各位分享的幾個東西 都是真人真事 真的有那個籤 然後也真的是 我看過這個人 這個 跟各位分享的一些 有趣的故事 幫助各位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我首先舉例來講 什麼叫觸擊 比方說我們講阿基米德 你們知道阿基米德吧 推導福利公司的那個 阿基米德 他當時的故事 就他去洗澡 然後他發現說 他在浴缸裡面的體重變輕了 然後他又看到水流到缸子外面 對吧 所以他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是說會不會流出去的水 對等的重量就是他的身體 所以他從這個角度去學 所以這個東西 他絕對是一個科學的範疇 本身阿基米德 推導福利公司這件事情 對不對 但是他並不是一開始 就在教室裡面 拿紙筆在那邊算 把福利公司推導出來 而是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 浴缸裡面的水給他這個觸擊 這個投資朋友 你這樣可以理解我的道理嗎 比方說股票要漲 他一定是有資金 一定是有基本面 或者是其他題材的一個空間 給你這樣子的一個上漲的條件 對不對 那麼在你想不出來哪一支會漲 或者是說你想不出來買賣點的時候 你從各個角度去看他 那所謂的牽絲這個東西 他有可能就是說 他給你一個你之前沒有想到的事情 但是你這個範圍不能夠離開這個科學 對吧 不是因為水到缸外所以有福利嗎 是因為有福利水到缸外 然後被阿基米德想出來 但阿基米德如果沒有去泡這個浴缸 他有可能想不出這個公式 是因為你給我那個觸擊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學習是靈感的一種觸擊 學習的靈感是一種觸擊 牛頓發現萬有引力一定是在科學的範疇內 你不可能不在科學範圍裡面 這個萬有引力不在科學範圍裡面 但是牛頓是在教室裡面發現萬有引力嗎 不是 他是看到這顆蘋果 雖然說歷史有兩種學說 兩派說法 這一顆到底有沒有K到他頭 有的人說有的人說沒有 有的人說掉在他面前 我覺得那不重要 重點是他看到這件事情觸擊 你說他看到這件事情的觸擊 不是科學嗎 他發現萬有引力這件事情本身是科學 但是蘋果掉下來是一種觸擊嘛 對不對 所以你說科學跟理學之間 有沒有界限 其實很多的科學都是因為靈感 後面才推導出那些算式 所以你可以把這些東西當作什麼 這些民俗當作 有可能給你的靈感 但是你最終要回歸到 正統的股市分析上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這個千王的故事 容我留待後面跟你講 你們覺得一定是好的嗎 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好 迷信與開放之間 什麼叫開放呢 開放的心態 什麼叫開放的心態 比方說 我不接受那種 寄住面的東西 我不接受指標這件事 你的心就比較封閉嘛 我不接受電子股以外的股票 我不相信生技股它有本質 這個就不是開放的態度嘛 連線與開放之間的差異取決於 你怎麼用宇宙間的事件去啟發你自己對吧 好 那我們就來看幾個經典的邏輯 因為股市的邏輯永遠都在N字裡 你跑不掉這條線的 這永遠是股市的邏輯 上漲一定是這樣漲 跌就是這樣跌 跌的話你就是一直破低一直破低 那麼出現轉折的地方就日出跟製作 我們來看幾首經典的牽絲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呂洞兵那一組 紫蘭宮那一組 我們看55千 這個虛武我們看 每人待殺暗之防 而往西方我往東 眾欲寢成請國泰 心頭暴定莫相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有一個朋友拿到這一首 當時我們就幾個聊天 就很有趣 我們幾個同業之間 然後他就拿到這一首說 他的想法 照這個字意來看 會不會是這個女生報的牌 不能夠用 會不會是有女分析師 想要出貨給我 這個主力是女的 女的大戶 她要出貨給我 對不對 那我就看了一下她的股票 你這股票不怕出貨 他那個股票是那種 是那種那種類似 類似那種台灣50中型100的 那種大支的股票 你這不怕出貨 誰能出貨給你 那那麼大一支對不對 那那麼大一支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想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時候你想說 那我去問一下妙公 你千萬不要去問妙公 妙公 妙公比你懂股票嗎 你不要鬧了好不好 我剛剛講過 你要在這當中找觸及 去找你沒有想到的事情 所以我當時眼睛看到 我就直接跟她講 你這檔股票 跟美國的概念股有關係 對不對 因為她當時是買瓶蓋股 蘋果只要殺下來 你就要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這個美國 美人講的是美國人 有沒有可能這個西方 指的是美國股市 那她就開始說了 綜藝請成請國泰 在後面不通啊 如果說美國殺下來 會影響到我的股票 心頭暴地 莫相待 這又怎麼說 怎麼說呢 那你就淪為什麼 我說你要這樣子解的話 你就執著了嘛 對不對 你就變成 你就真的迷信在 整件事情裡面 你就迷糊了 我跟你 你所拜的這一尊 我不知道他拜誰 對不對 你所參拜的這一尊 或者說你進去的這個磁場 或者說你當天感應到的 或者是說 你那一天的緣分 他就是跟你 告訴你說其中有些事情 你要注意的 至於該注意是什麼 那是屬於你自己專業的範圍 你要從你自己專業的範圍裡面 你沒有想到的事 你忽略掉的事 去把這個謎題解開嘛 對不對 結果後來爆跌啊 那個時候川普的時候弄一個什麼反中嘛 不是有一次那個道瓊跌一千點 你記不記得 一回來他那幾支股票全部開滴 好在聽說有出啦 在這事件當中你們感受到什麼 對不對 這不是迷信啊 因為最終還是回到你要了解國際股市啊 但是因為西方的這個靈感 那你去想到 那我可能要注意 對不對 但如果你注意掉了呢 這一首就不是壞籤了嘛 籤舞好壞 盤舞好壞 意思是一樣的 你說虎年開高走低 那你先賣後買不是一樣嗎 你台積電600先賣 400接回來不行嗎 美人代殺啊 美人代殺你先買後賣 先賣後買可以啊 你前年10張台積電 你今年還是10張台積電 但是你賣一趟嘛 接回來 很好啊 你帳戶多200萬啊 盤舞壞盤 好 就是只有操作的問題而已嘛 對不對 再來第二個 鯉魚站首在池中 一陣春雷志氣養 對不對 這個也是呂洞斌那一組 拖出牢籠飛彩縫 放開金鎖化金龍 這一首非常經典 就是有一位朋友 南部的一位朋友 非常非常的興奮 你跟我講說 特別來指南宮 拿到這一首 非常非常的興奮 我一看 眉頭伸鎖 這個 眉頭伸鎖 蔡老師你看 薛仁貴為大元帥 對不對 然後我都沒有問他 我都沒有問他 然後他最後受不了 自己講出來 我跟妳講 然後元太 不是元太那叫什麼 高麗 一直跟我講一直講 我一看 眉頭伸鎖 你覺得這個真的很好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稍後一下回來 如果說股市的邏輯 都來自於N字 那麼這個N字的邏輯 難處就在於這個拉回 假設說你純粹看字意 戰首在池中 一陣春雷 自棄羊 理論上來講 這個叫做戰首在池中 然後這個叫自棄羊 對吧 鯉魚戰首在池中 一旦拖出牢籠 化金籠 有沒有 超興奮 我一看 我就糟了 你熬得過這個N字的拉回嗎 這是我心中所想 他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來問我這個問題 兩年多以前 那個時候 大概在七八十 拉回以後再上 還是在七八十 他最後出在這邊 起漲前夕 為什麼你知道嗎 整整爆了一年 那個地方是大盤在今年 破十月這個 不是大盤在這個地方 破下去的時候 這裡破下去的時候 因為這裡是我們國內 發生疫情的時候 還記不記得 他最後受不了 把它破掉 它出掉了 那這件事情說什麼呢 就是說 我跟一好千就一定是好嗎 不是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宇宙之間在提醒你 最做不到的那件事情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說你要什麼解方 我如果給你一個壞千也不行 高利確實大漲 我怎麼可以給你壞千 對不對 所以說千五好壞 那行情五好壞 你最終要回到什麼 本質上 像阿基米德最後推出他福利的公式 他有一個靈感 但實際上你還是要回到教室裡面 把它推出來 靈感是幫助你對不對 或 牛頓的那顆蘋果 這個觸跡幫助你 但是 你還是要去把外流以地推出來 你還是要回到股票的本質上 它什麼時候會發動 它把你鎖在 這個牢籠裡面 你這個牢籠什麼時候會飛出 九重天對不對 那你就要靠N字突破來 處理 所以你能不能有買在周線的日出點 這個東西就很重要 你做不到的話 你到最後還是沒有賺錢 所以才有跟各位說 千五好壞 只是 讓你去想到這件事情 我再 舉另外一個例子 六十甲子籤 就是你們常常在看 媽祖廟裡面看到那個六十甲子籤 六十首的那個 吕厚亥寒醒 慕有根該誰有緣 君當至此就其緣 莫隨道路人閒化 宋哲中凶是至言 這一首籤是最重要的 應該是說 最抓眼球的兩個點 一個叫做 吕厚亥寒醒 一個叫做 下下籤 任何人看到這一首 哇 下下籤 這股票不能夠做 這位朋友來找我的時候 我跟他說這檔股票 大買 當然原因也是因為 我們正在買那檔股票 他給我看到這時候我更開心 我會跟他講這大買 要噴了 你想看看 你想一個道理 韓信為什麼被殺 功高正主 這個高主都怕他謀反了對不對 這個天下 半個天下是他打的 楚漢相爭的時候 半個天下是他打的 就是怕你未來太有勢力 才要一次解決你對不對 如果是 如果是以中國他們的歷 中國的歷史來講 你看 打天下的那個通常都是心狠手辣的 殺人不眨眼 殺光為止對不對 你說那漢高族 後面是 你說後面有那些盛世 那是兒孫以後的事情 那我扯遠了 我拉回來 就是因為你 功高嘛 才殺你嘛 對吧 所以 這檔股票 宋哲中凶事自言 對不對 如果最終這檔股票 會讓你賠大錢 那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 他漲上去再殺下來 因為不大漲的股票 怎麼讓你賠大錢 對不對 我要反推回來 你不要迷信 你不要在字面當中去推 你要回到股市的邏輯裡面 我剛剛跟各位講了 牛頓的蘋果只是蘋果 最終你要在教室裡面 把萬有靈力推出來 什麼股票跌最多 大漲過的股票跌最多 對吧 所以你這首如果是下下 最後會讓你賠大錢的話 那你當下 而且重點是 他問我誰你知道 他問我陽明 那時候在這裡 國內發生疫情的時候 不是一根跌停嗎 這個要不要砍 那你看 殺上去再殺下來 最終是凶 對不對 我們來看他下面 最終是凶 過程當中一大堆人跟你講 基本面 籌碼面 什麼一大堆人在講 我覺得這一千很準 很準 我覺得他拿這一千超準的 對 那 好 回到股市當中 你說這是觸跡你不迷信 邏輯很簡單 我的做法還是回到實戰的N字突破 你這一根就是最標準的突破 為什麼這裡是 5月的時候國內不是疫情嗎 N字上去 你所有的股票一定是破上升趨勢現出 所以說上漲的時候不要聽別人的 下跌的時候也不要聽別人的 不要管基本面就對了 所以我覺得他真正超準的 真的 我很想打電話給他叫他 叫他去湊一下那個 那個兔田運勢 那這超準的 對吧 但是你說有沒有賺錢的機會 當然有 因為陽明最好賺的就是當時 從100拉到200那一段 這一段最好賺 你其他幾段都不好 這一段最好賺就這一段 對不對 如果你看到下下就不做 那你會沒有行情 對吧 那另外一個就是很有名的 公猴將相本無種 浩把勤勞氣上天 人事盡從天裡見 才高起得困靈犬 看起來上級對不對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如果不會來回操作 你很吃虧 這個很明顯就是像你要勤快 股市裡面要勤快 怎麼會是好事 你如果賺錢不會先賣一趟 拉回你又忘記接回來 你錢就飛啦 怎麼會是好事 對吧 可是老師這個是 上級耶 大級籤耶 不是這樣 你看那個你就變迷信了啦 觸跡 最終你要回到股市的邏輯裡面 好 那我現在就開始跟各位講 千萬的故事 你們覺得後來怎麼了 你們知道這件事情後來怎麼了 很有趣喔 那一年所有的股票都不好 好像是2014還是 我以前有點忘記 然後呢 大立光要辦法說 我就跟他講 你看不看好 大立光那時候很誠實嘛 當股王 他要看好啊 那你就是大立光 法收完隔天 開啪啪 手漲停 其他股票都在跌 那一年他說 行情這麼差 怎麼可能我拿千萬 我業績也不好 我股票也不強 對不對 一個業內來問我 有所有股票都可以漲 就是大立光 像不像千萬 如果你沒有這一層觸跡 回到股市當中 挑基本面最好的股票 你以為你拿到千萬 就可以殺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是賠錢啊 對吧 你是不是還是賠到錢 是因為你回到股市 挑最好的那一支 千萬代表的是誰 很有可能就是當時的股王 獲利王 國內的戰王 對不對 就是大立光 那今天的節目就是 跟各位講觸跡 也許不是千絲 也許是天氣 也許是你曾經看過的書 也許是你曾經聽過的 講過的什麼 任何的人生大道理 通通都可以當成 你股市的觸跡 把這個觸跡拉回N字 這就是你股市 該學習的靈感 這就是我們今天 要來告訴各位的 很有趣 明信與開放之間的差異 在於如何啟發你自己 學習不斷的學習 這裡就祝各位 兔年型大運 大家賺大錢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多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電視節目 在錠邊 電視節目 在錠邊 電視節目 剛才10分析師 所謂的 纪元 職員 雙門 偶然 連帶 電視節目 會 提供 關 得 更 続